12月6日晚,歌手李克勤及一众艺人在TKO一场出席第11届爱心颁奖典礼 作为爱心大使的克勤依旧是那么帅气十足,招牌式的笑容还是那么迷人 是否今天是克勤的正日生日,大会特意送上蛋糕为其举行简单的庆生仪式 在场所有人都为克勤送上暖心的祝福 记者问到在工作中度过自己正日生日的感觉如何 克勤深有感触回应说 开心的,我觉得其实第一天加入娱乐圈其实最需要习惯的就是很多时候像今天的那些节日啊 什么上日啊,情人节啊,生态节,很多时候都需要在工作当中度过 所以其实都已经习惯了,反正我也不算是一个很喜欢去搞那些派对的歌手 我觉得每年的上日,可能男人吧,就是安安静静平淡淡度过天 克勤表示,家人已经提前为他庆祝生日了,也收到家人送的礼物 也有记者追问可否透露太太送的什么礼物 克勤的回答令在场人员忍不住笑起来 然后当然有,小孩子也有,太太也有,就是那些贴身的物品 不用问了哈,OK 定没一个呢 嗯,想不到的 嗯,嗯,不用乱想啊,好,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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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感谢观看